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爸老谢一边收拾桌子,一边抱怨 真不应该让儿子给你买什么智能手机 自从有了他,你饭也不做,玩也不洗 天天竟让我干活 你干活怎么了?前面三十年不是我干的 孙广英回了一句,眼睛都没离开手机 智能手机,这东西太好了 能看故事,能看视频,能看天气预报,还能买东西 早知道这么好,他早就让儿子给买了 老谢洗了碗,刚要看会儿电视 就听见孙广英的手机又传来 我数三二一开抢的声音 我可告诉你,啥也不许在上面买了,都是骗子 老谢说 谁说的,我上次买的衣服不是挺好 商场里二百多呢,我买才五十 孙广英说 你怎么不说你买过的那些花呢 说什么牡丹蓝莓的,都是枯树枝 还有那瓶蜂蜜,就是一瓶白糖兑水 老谢不满意地说道 那是例外 孙广英很不服气 少数才叫例外呢 你买十次,上当八次还叫例外吗 没上当那两次,才叫例外 老谢说 孙广英烦了 你唠叨什么,我都没抢着 然后,拿着手机回房间了 他觉得老伴真是太落后了 一点也不能接受新事物 这时,直播间又开始倒数秒杀了 孙广英全神贯注 一下就抢到了 嘿,太好了 等东西游回来 非得让老伴服输不可 几天之后 孙广英秒杀回来男士忠式上衣收到了 他马上叫老伴来看 老谢说 哟,这个款式和颜色 还真不错 哪儿买的 哪儿买的 直播间啊 孙广英得意极了 我说了吧 上当都是少数 大部分还是不错的 你快来试试 老谢一试 乐乐 别说,还真合身 不错不错 以后还反对我在直播间买东西吗 孙广英问 老谢说 便宜的行 贵的不行 孙广英笑了 你就是嘴硬 老两口正说着话呢 儿子谢超回来了 妈 小蝶爸妈说 让我们早点结婚 最好十一钱就把喜事办了 好啊 我们早就盼着你结婚呢 孙广英说道 老谢说 找个好日子 请小蝶爸妈来家里吃个饭 商量商量 哎,好 谢超说 儿子 看看你爸这件衣服怎么样 孙广英问 谢超看了一眼 挺好的 那当然了 我的眼光错不了 等惠亲家那天 你就穿它吧 孙广英说道 老谢一边认真叠好衣服 一边说 我舍不得 还是留到儿子结婚那天再穿吧 惠亲家安排在周日 早上了两口就开始做饭 一共做了十二道菜 跟小蝶一家三口 边吃边上两结婚的事情 小蝶的爸妈 都是通勤打礼的人 在彩礼上没有为难 孙广英说 给十万彩礼 小蝶家同意了 但小蝶觉得有点少 觉得在朋友面前没面子 又提出 要一万一的下车费 和一万一的改口费 老谢答应了 可是小蝶一家一走 孙广英就埋怨起老伴了 你干嘛答应那么早 我还想跟他们讲讲价呢 讲啥价 你说给十万彩礼 人家都痛快同意了 两万二也不算多 还好一次张口讲价 老谢说 就是啊妈 你当是菜市场买菜呢 还要讲价 有多少人因为婚前讲价 把媳妇给讲跑了 你还想发生在咱家呀 谢超也说 可是小蝶这丫头 也太贪心了 给改口费我理解 还要什么下车费 这不是变相要钱吗 孙广英说 我就想跟他说说 把下车费免了 谢超先不愿意了 妈 现在还有要上车费的呢 小蝶还没要呢 连财礼加在一起才十二万 你觉得多吗 还要给免掉一万 不是让人家笑话咱们吗 老谢说 儿子说得没错 咱家不差那一万块钱 再说 以后小蝶是一家人 多给一万你还心疼啊 你们当然不心疼了 你们又不当家 怎么知道我攒钱多不容易 孙广英不高兴地说道 但是 老爸和儿子都不听了 各回各的房间去了 孙广英情绪发不出去 只好又拿出手机 看小视频 看着看着 又去直播间买东西了 这次 他给自己也买了一件红色中式服装 打算儿子结婚那天穿 跟老伴的正好搭配 几天之后衣服到了 他挺喜欢的 就是觉得衣袖是八分的 显得手腕上空荡荡的 可他偏偏就没有手肘一类的东西 不是不喜欢 是一直舍不得买 老谢看着他犹豫的样子 说 买吧 这么大岁数了 想买就买 走 我陪你去金店 不行 我再考虑考虑 孙广英说 我还没想好买什么材质的呢 不用想 肯定要买黄金呀 首先 玉的咱不识货 而且 玉也没有黄金保值 老谢说 孙广英觉得 老爸说得有道理 但黄金手中 差不多的最少得一万多 他舍不得呀 左右为难的时候 第二天就那么巧 刷到了一个直播间 正在买黄金手镯 店家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 特意搞大优惠 原价一万二的金手镯 现在特价 两千九百九十九 孙广英一看 手镯的样式就特别相中 但他不敢买 这可是大无件呀 直播间里能靠谱吗 虽然特价已经很便宜了 但那也是三千块呀 他一个月工资才四千 不能不小心 他就问 怎么保证是真货 主播马上说 这是二十四K 九九九足金手镯 二十点三颗 有鉴定证书 支持全国经典验货 如果发现假货 按原价一万二十倍 赔偿十二万 还说 之所以赶这么大力度赔偿 就是因为他们的黄金 是百分百纯的 绝无假货可能 这时候 直播间好多粉丝 开始讨论起来了 说他们买过这家的金手镯 和金项链 品质都非常好 已经去过多家金店 验证过了 都没有问题 原来孙广英 还有疑虑 现在 看店家这么保证 已经买过的人 都说好 他也放心了 当场就想拍一个 但主播说 手镯是一对 拍的话 也要拍一对 就是两个 二九九九 孙广英一想 原价可是一万二的 就算买两个 也才六千块 才是原价的 一个的一半 合适 如果买回来 卖掉的话 就算一个卖一万 自己还赚一万四呢 这太可以了 主播又说了 由于优惠力度很大 所以数量有限 只有十对 一会儿数三二一 大家开始抢 谁抢到算谁的 这下 孙广英可来精神了 手指头准备好 主播刚数完 三二一 他马上就抢 幸运的是 他抢到了 他太高兴了 同时也为自己赞谈 真是个会过日子的 好女人啊 不过 这件事 他决定不跟老爸 和儿子说 省得麻烦 交了钱 他就开始盼着 他的手镯 没几天 收到了 他自己悄悄验货 试带 可以说非常满意 配忠师傅 再合适不过了 他拿出一个 准备自己带 另一个放起来 想以后金价上涨 再出手卖掉 过了几天 老谢还要带他 去买手镯 他说 我已经买好了 并给老谢看 挺漂亮的 啥时候买的 我怎么不知道 老谢问 前天买的 跟我同学一起去的 他知道哪家金店 东西好 我特意找他的 孙广英 胡乱编着谎话 老谢说 我怎么不知道呢 孙广英说 那天你不在家 所以不知道 你不会是在直播间 买的吧 老谢有点怀疑 没有 你不是说 不让我在直播间 买贵东西吗 孙广英说 多少钱 老谢问 孙广英说 一万二一个 我买了两个 一个自己带 另一个 等以后金价 涨了卖掉 老谢说 别卖了 咱不差那点差价 你干脆 把另一个 送给小蝶吧 他一定喜欢 孙广英当时心疼 不舍得给小蝶 但过了半个多月 儿子婚礼临近的时候 他准备下车费 和改口费时 又开始心疼钱了 想起老伴的话 干脆只给下车费 改口费不给了 给他手镯 反正手镯才三千 比一万一便宜不少呢 于是 孙广英让儿子 去跟小蝶说 改口费 改成价值 一万二的黄金手镯 行不行 谢超还特意 给手镯拍的照片 给小蝶看 小蝶一看 也相中了 就答应了 婚礼那天 孙广英穿上新衣服 戴上金手镯 和老伴站在一起 真是喜气洋洋 精神抖擞 一切都按照流程 顺利进行着 小蝶下车时 孙广英给了 一万一下车费 典礼的时候 小蝶改口叫爸妈 孙广英又递上 黄金手镯 并说 祝你们以后团团圆圆 和和美美 听听 多会说话呀 小蝶太开心了 当场就戴上金手镯 小蝶的爸妈 也很开心 他们也给了 谢超一万一的红包 因为这个金手镯 价值 超过原本的 改口费 小蝶对婆婆 特别感谢 结婚第二天 去婆婆家吃饭时 她特意给婆婆 买了好些好吃的 婚嫁结束后上班 小蝶也是天天 戴着金手镯 还给同事显摆 结果 这一显摆就出事了 有一个同事 想要试戴一下 刚拿到手上 就直言说道 小蝶 你这手镯 是黄金的吗 我怎么觉得 重量不对呢 还说 这样的手镯 比现在的手感 重很多呀 小蝶说 当然是黄金了 有证书的 证书可以造假 主要是看 在哪里买的 同事说 小蝶说 我不知道 是我婆婆给的 代替改口费的 同事马上就住嘴了 那算我没说 你别多心啊 然后 同事也不试戴了 又还给小蝶 可小蝶 怎么能不多心呢 下班后 她就回娘家了 让老妈拿出 她的黄金手镯来 小蝶放在手上 颠了颠 再颠颠自己的 又让老妈来感受 老妈也觉得 确实小蝶的手镯 显得轻 小蝶回家后 心情不太好 问老公 这手镯是哪买的 怎么证书上 金店的名字 她从来没有听过呢 谢超说 我妈买的 一共两个 她一个 你一个 你放心 不会是假的 小蝶心里还是别扭 第二天午休的时候 她就去了金店 连去三家 结果都一样 根本不是黄金 而是银的 还不是什么好银 连两百块钱都不值 外面是镀了一层金黄色而已 小蝶当时就气得不得了 一冲动 差点把手镯扔进盒里 陪她的同事说 不能扔 要拿去给婆婆 看她怎么说 下班时 小蝶给谢超打电话 让她来接她 去公婆家 谢超还挺高兴的 认为老婆和老妈关系很好 老婆爱去呢 可小蝶坐上车后 表情很难看 谢超试着问怎么了 小蝶就把手镯给她看 一大段已经被烧去了金黄色 露出里面的银色本质 小蝶把三家金店的说法 都给谢超讲了 这下 谢超的表情也难看了 到了公婆家 小蝶进门 就把手镯丢给婆婆了 孙广应愣了 怎么了 干嘛给我 你自己看看 小蝶说 孙广应一看 也吓了一跳 怎么里面是白色的 谢超生气地说 妈 你这手镯在哪里买的 假的 是银的 还不是好银 两百块钱都不值 这时老谢也过来了 不可能吧 你妈那个也带着呢 孙广应伸出手腕说 是啊 你看 我的不是挺好的吗 好什么 你们一家都是骗子 拿银手镯当黄金手镯给我 就是为了不给我一万一的改口费 这日子不过了 明天就去离婚 小蝶喊完就走了 吓得谢超 赶紧追了出去 孙广应也梦了 连连说着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会是假的呢 老谢已经有所察觉了 你这东西到底在哪买的 哪个金店 此时再不能瞒着了 孙广应只好说实话 是在直播间买的 老谢火了 又是直播间 你上的档还嫌不够吗 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也敢在直播间买 孙广应说 就是因为直播间搞优惠呀 原价一万二 特价只要三千 而且只有十对买 要抢才行的 还有 店家给了保证 假衣按原价十倍赔 还有很多买过的人 也都说好 要不我能买吗 那些说买过的人 你亲眼看到了 你认识他们吗 怎么知道 那些不是托呢 老谢生气地问 可主播说可以赔呀 怕什么 如果真是假的 我更高兴 一个能赔十二万 两个就是二十四万 孙广应说 老谢气坏了 你是不是傻到家了 这也谢 明天我自己去金店 孙广应说 他嘴上说得挺硬气 其实心里也没底 特别是老伴说 那些买家也是拖的话 他现在怎么想 怎么觉得像 要不 为啥他刚一问 是不是真的 就出来那么多人 说好呢 这一夜 他觉都没睡着 第二天上午 饭也不吃 就跟老伴去金店了 把厂里的金店 都跑遍了 全都说是假的 跟小爹 昨晚说的一样 连二百块钱都不值 孙广应赶紧回家了 拿起手机 联系当时的客服 但客服一听 他说的话 就说有效期 是一个月 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 所以没有售后了 孙广应大骂 还威胁去举报 让他们赶快 按一个十二万赔偿 客服让他等着 他就跟老板报告 十几分钟后 客服回来了 说 老板同意赔二十四万 但你先把两个手镯 和证书都寄回来 我们要保证 是我们的东西才行 又要了孙广应的银行账号 说只要确认 是他们寄出的东西 马上就会打款给他们 孙广应把账号给了客服 又把谢超 把小蝶的手镯 和证书拿回来 连同他自己的 一起按客服的 给地址寄了过去 他还跟老板说呢 你看 我就说人家有诚心 我就等着收钱就行了 这下转了吧 老谢说 我看你脑子让驴踢了 他们要是能给你打款 才怪呢 孙广应就在家里等着 结果没几天 寄出的东西又返回来了 说地址错误 没有收件人 手机号也是空的 这下他急了 赶紧去找客服 发现已经找不到了 再去那个直播间 也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 孙广应待住了 全都被老伴说中了 他上当了 六千块钱啊 一个半月的退休金呢 就这么没有了 而且 光他上火还不算 儿子那边也起火了 小蝶一口咬定 谢家骗婚 非要离婚不可 已经回娘家了 娘家爸妈也很生气 要谢家人给个说法 孙广应已经没脸面对了 只好老谢出面 说孩子妈是上当了 不是有意骗小蝶的 还说 改口费会给补的 但小蝶还是生气 说要双倍改口费 两万二 老谢也只能答应了 你干嘛答应了 之前不是说好了 一万一的吗 他涨价你也同意 孙广应生气地说 老谢火了 你还嫌事闹得不够丢人吗 我不答应他 他不回家怎么办 多给就多给 就当你买教训了 六千上当不算 现在 又多花一万一 孙广应火上大了 从这之后 不用老伴说他 他再也不去直播间 买东西了 不管多便宜 他都不买 因为他一进去就心疼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那就好好好 Got suced 左 måste颇 一届 三 Special 支持